今天就移民 成为美好君王的子民 红乳平安 让我们陪你读圣经 一天一章生命发光 今天来读诗篇第72篇 这首作品很特别 是所罗门所写的 一首求告诗 作品的背景是 《猎王记》上第三章 那时天父在所罗门的梦里显现 并问他想要得到什么赏赐 所罗门的答案是 求你赐给我智慧 可以好好的治理百姓 而在那之后 所罗门就以这首诗 来为国家和百姓们祷告 让我们一起来读 诗篇第72篇 神啊 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 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 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 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 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 他必为民中的困苦人深渊 拯救穷乏之辈 太阳还存 月亮还在 人要敬畏你 直到万代 他必降临 像雨降在已歌的草地上 如干林滋润田地 在他的日子 一人要发望 大有平安 好像月亮长存 他要执掌权柄 从这海直到那海 从大河直到地极 住在旷野的 必在他面前下拜 他的仇敌必要填土 踏师和海岛的王要进贡 世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 诸王都要叩拜他 万国都要侍奉他 因为穷乏人呼求的时候 他要搭救 没有人帮助的困苦人 他也要搭救 他要连续贫寒和穷乏的人 拯救穷苦人的性命 他要救赎他们脱离弃压和强暴 他们的血在他眼中看为宝贵 他们要存活 世巴的金子 要奉给他 人要常常为他祷告 终日称颂他 在地的山顶上 五谷必然茂盛 所节的古时要响动 如篱巴嫩的树林 城里的人要发望 如地上的草 他的名要存到永远 要流传如日之久 人要因他蒙福 万国要称他有福 独行歧视的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 直到永远 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 阿门 阿门 耶税的儿子 大卫的祈祷 所罗门求天父保守他 和他后代的以色列君王 都能行公益 好怜悯 同时具备优秀的治国能力 而后来我们知道 这理想的君王只会有一位 那就是主耶稣基督 所以这首作品也属于 尼赛亚诗篇 亲爱的朋友 你期待被这样的好君王 所爱护吗 如果是的话 今天就借着祷告 让主耶稣在你的生命中 做王掌权吧 他是良善也充满恩慈 在他的国度里 你的生命要发望蒙恩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你是最美好的君王 求你在我的生命里 做王掌权 也接纳我的生命 进入到你的国度里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 圣名祈求 阿门 祝福你喜乐平安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为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